另外在网球场上 女将何秋美今天为中华队拿下首胜 她以6比1 6比2直落2击败法国选手 顺利进入前8强 不过在男子单打的部分 中华队选手已经全部遭到淘汰 台湾网球天后何秋美 7号下午在台北天澳女子网球单打第一轮比赛 出战法国选手克劳德 每得一分都引来观众的热烈欢呼 何秋美说今天对上的法国选手实力很强 让她有点紧张 还一度因为发球失误陷入苦战 幸好赶紧稳住阵脚 最后以6比1 6比2直落2 击败法国选手胜利晋级8强 接球不是那么顺 因为对手他切球切得很好 球很低 所以比较不那么好打 所以就是尽量打稳定一点这样 何秋美下一场将在9号面对英国队 教练张岳翰表示 正式参加网赛的欧洲选手水准十分整齐 也都注意到何秋美的落点 加上这几天球场风大 教练团将做战术上的调整 这几天可能他会跟他在做战术上的一个了解 希望说风大的时候发球 至少不要用失误的送给对手 另一方面几节何秋香下午在女子单打比赛 输给了第二种子日本选手 家电说何秋香背部拉伤 不过为了适应比赛气氛 还是上场比赛 接下来姐妹俩将在8号上午搭档 对上法国队 期望拿下女子双打金牌 接下来展日文王威雄台北报道